白色香行車停在民宅外 這時騎著腳踏車的少年 似乎是發現車門沒鎖 人爬進車裡開始搜刮 兩分多鐘時間成功得手 接著他騎車逆向離去 車主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 該報警嗎 始終下不了決定 因為小時候我們自己 大家都會犯錯嘛 但是如果是常常這樣子 偷來偷去的 這樣就不對了 大家都曾經犯過錯 車主起了側影之心 因為從監視器上來看 這個孩子頂多十來歲 偷的零錢不到一百塊 車主想給個改過機會 但警方說這個孩子 其實是個偷竊慣犯 同樣騎著腳踏車 同樣穿著這件淺藍色上衣 去年8月他騎著腳踏車 打開路旁衛上鎖的小貨車 偷走車上零錢 拿贓款買飲料喝 警方追查 少年父母是水泥工 家裡還有六個孩子 家境不好 當時他的父親 還在派出所訓解兒子 說再窮也不能偷 有 類似的說法 發生了好幾件 也請他的母親到派所來看過影像 那確認正確的身份 受害車主說 幸好少年沒把走車上GPS 和價值上萬元的雷射測距儀 但偷竊屬於公署罪 無法私了 而少年一再犯案 警方也將約坦塌 道案說明 記者陳廣瑞恒皆明 南投台中報導 請問一下 即使是 到 一 二 公署